华为Mate70发布海外媒体争相报道 不管是英国的官方媒体还是美国的官方媒体 都在讽刺美国的围追堵截 根本就不起作用 英国的路透社标题就是 不管美国怎样围追堵截 华为Mate70横空出世 根本就挡不住 报道中还称 美国要将中国与芯片相关的企业 列入黑用单多达200家 华为纯血鸿蒙系统Harmony OS Next 现在已经有15000家应用程序登陆 接下来几个月 会有超过10万家的应用程序登陆这个系统 将来这个系统就会是世界上第三家 与苹果的iOS和谷歌的安卓并列的 世界第三大应用系统 2019年美国不是把华为列入黑名单 谷歌不允许在华为系统上操作吗 结果人家华为自己研发了一个纯血鸿蒙系统 不用你们家的东西了 美国的CNBC他们自己都承认 美国根本阻挡不了华为前进的步伐 去年Mate60横空出世 美国对华为的限制根本就不可能 去年美国还没搞明白Mate60是哪生产的西片呢 今年Mate70都出来了 现在他们又开始拆机去检查了 我们中芯国际就是不发声 主打一个让你梦在鼓里 纽约时报称 华为成为中国智能手机市场的领头羊 现在华为的芯片比中国公司 以往生产的任何一个芯片都要先进 他们清醒的认识到 华为正在蚕食 苹果在中国高端手机的市场 2022年苹果在中国高端手机市场的四分之三 而今年苹果在中国的高端手机市场份额只占一半 华为的销量大为上涨 美国官方媒体CNN都不得不对华为竖起大拇指 预计Mate70将会有1000万部手机的销量 还有很多海外各种高科技专业网站 报道更是层促不清 有The Verge GCMA Arena Hackenmode 很多专业测评的网站都有特别详细的报道 Mate70特别的人性化 把用户的痛点真的是抓的牢牢的 它可以一收一放隔空取物 隔空就能把这个照片传输到另外一个手机或者是电脑里面 如果说去年发布的Mate60是蒸汽机 那么今年Mate70在硬件镜头上 还有软件系统调校全面升级 Mate70比原来Mate60的电池容量更大 而且充电速度也更快 由原来的66瓦快充变成了现在的100瓦快充 纯雪红帽系统流畅程度比原来提升了30% AI功能更是方便了跟老外交流 可以把我们的话翻译成英文 老外的话翻译成中文 畅通无阻都不用学英文了 如果你在操作手机旁边有人偷看你的手机 还会给你做提醒 你在打电话旁边有噪音也可以被过滤掉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 Mate70的网速更快了 它是全世界第一部5.5G手机 比原来的5G手机快多了 华为就是世界上第一个研究5G网络的公司 反而因为美国的卡脖子 它不能做5G手机 没想到时过几年Mate60横空出世 5G手机给做出来了 一路狂闷到今天 5.5G的手机Mate70都造出来了 美国真的是啪巴搭脸 颜面扫地 就连英国美国他们自己家的媒体 都承认华为突围成功 还有一点特别重要的是 其他手机都在涨价 而华为Mate70反而降价了 史上最强Mate70成为逆行者 起售价才5,499 国产品牌手机 Vivo小米之类的都在涨价 国产旗舰机一般都在4000以上了 但是他们涨价却没有比原来赚的多 反而赚的少了 小米三季度毛利率降到全年最低 同比下降了4.9% 不赚钱的真相 就在手机的芯片和内存涨价飞快 绑架了国产手机的价格 内存涨价不奇怪 因为它有个涨价周期 而今年正好碰上了涨价这一年 内存涨价了20% 最大的问题就是芯片价格被垄断操纵 国产手机Vivo小米 他们都是靠外源来购买芯片的 一颗主流芯片涨到天价 都能买两个红米手机 像Vivo小米他们没有自己的芯片 只能去给台积电 还有美国芯片工厂打工 这就是展示华为真正实力的时候了 华为Mate70用的是自主研发生产的 麒麟9100芯片 还有纯血鸿蒙系统 这就相当于手机的心脏和大脑 这也证明了华为突破制裁 独立自主 它做到了 而这一步它走了15年 2009年华为芯片公司海思 第一代自主研发的芯片 K3V1面世 但是制成落后 公号报表 任正非宣布 即使我们的芯片照别人还有差距 还不完美 但是我们仍然要坚持做下去 如果公司出现战略性漏洞 我们损失的不是几百亿美元 而是几千亿美元 这些财富可能就是因为一个点 被别人卡住 最后死掉 这是公司战略旗帜 绝对不能动摇 2013年海思公司第二代芯片 K3V2华为大胆的在 Mate初代上用了这个芯片 大家可以想象初到即谷底 当时的余生东 甚至被骂到想辞职 但是任正非立场坚定 技术自主战略 比当下手机的销量更重要 坚持用自家的芯片 海思加速了自主研发的步伐 2014年华为第一款高端商务机 Mate7横空出世 搭载麒麟925芯片 多核集成技术 反超美国 2018年是华为最辉煌的一年 Mate20 Pro 全球首款7纳米制成 麒麟980芯片 这次华为凭借自己的实力 在第二季度 全世界的销量超过苹果 成为全世界第二 当时的全世界第一是三星 不过现在三星早就名落孙伤了 正当华为风头正进 美国可坐不住了 2019年开始对华为疯狂的制裁 从此华为按下了 高端手机的暂停键 最困难的时候 华为都把子品牌荣耀给卖了 唯一能够帮助它破局的 就是要自主研发芯片 2023年Mate60蒸汽机 横空出世 狠狠打了雷蒙多一记耳光 2024年华为Mate70 它告诉全世界 华为的芯片 不是从松山湖底下藏的 捞起来的 而是我们自主研发生产的 今年华为发布三折叠手机 二折叠Mate X6 还有Mate70 自主研发生产芯片 量大环保 不仅华为把芯片的 制作成本压下来了 而且还把高端旗舰 手机的价格打下来了 原来我们的内存条 都是由三星供货 它总是找各种理由 漫天要价 现在我们有了长江存储 三星开始担心 要不到我们中国的订单了 Mate70最大的亮点 不是手机本身 而是我们中国 有了自己自主研发的芯片 再也不用看 美国芯片公司的脸色了 华为做芯片用了15年 开发鸿蒙系统用了12年 如果在十几年前 它只注重手机的销量 而没有注重科技的研发 现在很有可能被拍在了沙滩上 很难生存 现在的成败 是由过去很多年 高瞻远瞩 战略性的决策而决定的 不管他们怎么卡脖子 怎么围追赌决 永远无法攻破 华为的护城河 华为加油 中国制造加油 点个关注 带大家了解美国 认识世界 点个关注